原标题 他在东北地区的发迹 其实也离不开那些和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其中有一个叫杨宇婷的 就为张作林做了一件大事 使张作林从原来的凤天省省长 变成了凤军总司令 进而雄大东单身 其实这些都是杨宇婷在背后一手策划的 但是这个杨宇婷究竟是何许人也 竟然有如此的计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谈谈杨宇婷的故事 杨宇婷1885年出生于凤天法库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曾任国民政府委员 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江苏军务独办 同时杨宇婷又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奉系军阀首领之一 一生受到张作林的重用 杨宇婷为人心眼多 聪明 有谋略 在凤系军阀期间 杨宇婷对军队治理有方 甚至还成功劫持了直系军阀的军火 因此 杨宇婷得到了张作林的信任和重用 并且杨宇婷开始成为凤系军阀的核心人物 但后来杨宇婷被组建个人势力 冒领军队拨款 计划被识破后 杨宇婷被张作林免去了职务 后来张作林又重新重用了杨宇婷 1927年 时任陆军第四方面军团军团长的韩林春因病去世 于是乎张作林任命杨宇婷接替韩林春的职位 也因此杨宇婷开始手握兵权 可以说张作林的成功 也是离不开杨宇婷的帮助 杨宇婷协助张作林制定了田府制度 让农民去耕种没有开垦的土地 增加农民的收入 从而来增强东北地区的经济实力 杨宇婷才为组建东北海军出谋化 同时杨宇婷还亲自督办兵工厂 其目的是为军队制造武器 杨宇婷也算是一个饮水私园的人 农民家庭出身的他 在成名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法库 为家乡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 杨宇婷协议法库成负责人 要赶紧修建教学大楼 他还主动集资来建设平治学校 杨宇婷还大力推动兴建电灯厂 使法库成大部分的家庭成功地用上了电灯 再有的是 杨宇婷为扩大法库成的储蓄汇资金 并且使他成为地方性的银行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因为杨宇婷深受张作林的重视 加上杨宇婷说话没有分寸 目中无人 很容易得罪身边的人 等到1928年张作林在黄姑屯被炸死后 张学良接过父亲张作林的职位 但是杨宇婷不把张学良放在眼底 还处处以政府元老的身份压制张学良 再后来 杨宇婷在东北重大问题上 总是与张学良意见相组 甚至还想左右东北的政局 显然张学良是看不惯杨宇婷这样的行为的 再加上日本人在中间调拨张学良与杨宇婷的关系 这样张学良在三次抛了硬币之后 下了杀杨宇婷的决心 1929年 杨宇婷向张学良做出成立东北铁路都办公署的要求 并且要求张学良立刻签字同意 张学良学的杨宇婷欺人太甚 于是乎 张学良以师范玩在商量围楼 命令将领把杨宇婷与一同前来的长印怀杀害于老虎厅 一声戎马在张作霖身边的杨宇婷 最终死在棋子张学良手里 江年四十四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